来关注一下威风凛凛的大型食肉动物东北虎 而这类猛兽啊 一般我们在动物园当中才会看得到对吧 可是1月20号 有一位黑龙江一春的市民 在路上就和野生东北虎不期而遇了 有道是与东北虎狭路相逢是四目相对 近距离体会到什么叫虎视眈眈 那又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通过手机画面可以看到 这只野生东北虎在看到车辆靠近后 马上一跃而下 进入公路旁边的树林中 之后卧在雪中和拍摄者对视 乌云镇到长盛乡的河同公路 五六公里处的地方 那是一个弯道 当时我和同事驾车 行驶出弯的过程中 就突然就是一只野生的东北虎 当时距车50米左右 老虎就匍匐在了这个树下 很悠闲地看着我们 记者从佳音县委宣传部了解到 1月17号至21号 在佳音县三道沟营林区内 还多次发现东北虎的粪便 卧剂 足剂 尿剂等活动痕迹 目前当地相关部门 已将情况通知到周边的乡镇村屯 要求村民尽量减少外出 无特殊情况禁止入山作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副主任江广顺 通过视频以及足迹照片判断 这是一只两岁半左右的瓷性东北虎 它应该是个成年的瓷虎 或者接近成年的瓷虎 因为瓷虎的脚印 一般的情况下是在8.5左右 它那个是8左右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嘛 据了解 此次发现野生东北虎的黑龙江 加音县地处中俄边境 此次发现野生东北虎的区域内 以往并没有定居的野生东北虎 蒋广顺表示 初步判断 这只东北虎是从俄罗斯溜达过来的 因为这个季节 老虎过来的话 就是说它不用像夏天或者秋天的时候 它的油很宽的黑龙江 现在是很容易就从冰上过来了 你说这个季节 就是说在中俄之间的虎跨境的活动 应该是比较平凡的